真言,第一章,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真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会,明白通达的言语,使人领受智慧,仁义,公平,公正的训会,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的着智谋,使人明白真言和讲解,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唯于妄人藐视智慧和训会,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会,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装饰,你向上的链子,我儿,罪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敦服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向坟墓,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 被我们全都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钱囊,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搅走他们的路, 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脊血,敦服,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这贪恋之心,乃夺去的财者之命,智慧在外头呼喊,他在街道发声,他在热闹街头,在城门口喊叫,在城中他发出言语,说,你们鱼蒙人喜爱鱼蒙,到基石呢? 谢曼人喜欢谢曼,鱼丸人恨恶之事,要到基石呢?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看啊,我要将我的灵交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因为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清起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也必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吃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荒场,灾难来到,如同旋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 那时,他们必呼求我,我却不回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他们恨恶之时,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他们必吃自接的果子,充满自赦的计谋,鱼蒙人背道,必杀己身,鱼丸人亨通,必害己命, 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想安静,不怕灾祸,真言,第二章,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及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知识,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因为,耶和华四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一人存留真智慧,他乃行事正直之人的党牌,他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必他圣民的道,你也必明白公义,公平,公正,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魂要以知识未美, 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人的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智慧要救你脱离外女,就是那以说话奉承人的外人,他离弃幼年的引导,忘了神的蒙约, 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死人,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住生命的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捡出,犯法的,必然拔出,真言,第三章,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们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嫁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细在你景象上,刻在你心板上,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道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看未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俗的土产尊容,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诈有心酒盈意,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未有福, 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过于精金,比红宝石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作生命术,持定他的,聚各有福, 耶和华以智慧立大地,以聪明定诸天,以之时时深渊裂开,使蜜云低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们离开你的眼目, 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置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得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 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以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你守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居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你的邻居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 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不可极度欺压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但义人为他所亲密, 耶和华咒阻恶人的家庭,他却似服予义人的居所, 他计较那好计较的人,但他赐恩给谦卑的人, 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声反称为羞辱,真言,第四章, 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 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道理,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未独一地教, 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 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 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 智慧未守,所以要得智慧, 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 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 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 他必将装饰夹在你头上,把荣勉交给你, 我儿啊,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一寿,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确的路, 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 你奔跑,也不至跌倒, 要持定训会,不可放松, 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 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 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 不使人跌倒,睡我不安, 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 但依人的路,好像照耀的光, 越照越鸣,直到完全直, 恶人的道好像幽暗, 自己不知因肾磨跌倒,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寄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他们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你要切切保守你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 使由心发出, 你要除掉邪屁的口, 弃绝乖谬的嘴,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皮荡向前直观, 要衡量你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真言,第五章, 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 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词, 为要使你谨守谋略, 嘴唇保守知识, 因为外女的嘴低下蜂蜜, 她的口笔又更滑, 她至终却苦似阴沉, 锋利如两刃的刀, 她的脚下入死地, 她脚步踏住地狱, 恐怕你衡量生命的道, 她的路变迁不定, 使你不能知道, 所以众子啊, 现在你们要听从我, 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 你所行的道要离她远, 不可就近她的房门, 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 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恐怕外人满得你的财物, 你劳碌得来的, 归入外人的家, 终究, 你皮肉和身体销毁, 你就悲叹, 说, 我怎么恨恶训惠, 心中藐视责备, 也不听从我教师的话, 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 我在圣会里, 几乎落在猪般恶中,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你的泉源应当涨溢在外, 你的河水也荡流在街上, 唯独归你一人, 不可与外人同用,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 要与你幼年所取得妻同乐, 要使她如可爱的张鹿, 可喜的母鹿, 愿她的凉辱使你时时知足, 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河尔,你为何恋慕外女, 为何抱外人的胸怀, 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 她也衡量人一切的路,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 她必被自己罪恶的绳索缠绕, 她因不受训惠就必死亡, 又因愚昧过甚, 必走迷了路, 真言第六章, 河尔,你若为朋友作宝, 替外人击掌,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 被嘴里的言语捉住, 河尔,你既落在朋友手中, 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 你要谦卑去坚定你的朋友,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短, 要救自己, 如张璐脱离猎户的手, 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蓝多人啊, 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 蚂蚁没有引导, 没有官长, 没有首领,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收据粮食, 蓝多人啊, 你要睡到饥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过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客履素来, 你的缺乏, 彭腐拿兵器的人来到, 无赖的恶徒, 行动就用乖僻的口, 用眼传神, 用脚示意, 用指点画, 心中乖僻, 常设恶谋, 不散纷争, 所以, 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 他必请客败坏, 无法可治,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说谎的蛇, 流无辜人邪的手, 图谋恶极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图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 我儿, 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要长细在你心上, 挂在你巷上, 你行走, 他必引导你, 你躺卧, 他必保守你, 你睡醒, 他必与你谈论, 因为诫命是灯, 法则是光, 训惠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能保你远离恶父, 远离外女奉承的舌头, 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 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 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人若怀里揣火, 衣服岂能不烧呢? 人若在火炭上走, 脚岂能不烫呢? 亲近邻居之妻的也是如此, 凡挨尽他的不免受罚, 贼因饥饿偷窃冲击, 人不藐视他, 若被找着, 他必赔还七倍, 必将家中所有的劲都偿还, 与夫人奸淫的, 却是无知, 行这事的必丧掉性命, 他必受伤损, 必被凌辱, 他的羞耻不得涂抹, 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 所以报仇之日绝不留情, 慎魔赎架, 他都不顾, 你虽送许多礼物, 他也不肯罢休, 真言第七章, 我儿, 你要遵守我的言语, 将我的命令存寄在心, 遵守我的命令, 就得存活, 保守我的法则, 好像保守眼中的瞳孔, 细在你指头上, 刻在你心板上, 对之会说, 你是我的姊妹, 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 他们就保你远离外女, 远离说奉承话的外人, 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 从我窗戈之间往外观看, 现渔蒙人类, 少年人中, 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从街上经过, 走进淫妇的巷口, 直往通他家的路去, 在黄昏, 或晚上, 或半夜, 或黑暗之中, 看啊, 有一个妇人来迎接她, 是妓女的打扮, 有诡诈的心思, 这妇人喧嚷碗梗, 在家里停不住脚, 有时在外头, 有时在街道上, 或在各巷口敦服, 拉住那少年人, 与她亲嘴, 脸无羞耻对她说, 平安记在我这里, 今日才含了我所许的愿, 因此, 我出来迎接你, 恳切求见你的面, 恰巧遇见了你, 我已经用绣花铺盖, 和埃及的戏麻布铺了我的雕床, 带枷锁去受刑罚, 只等剑穿她的肝, 如同雀鸟急入网罗, 却不知是自丧己命, 所以仲子啊, 现在你们要听从我, 留心听我口中的话,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 不要入她的迷途, 因为被她伤害扑倒的不少, 被她杀戮的壮士甚多, 她的家是在地狱之路, 下到死亡之功, 真言第八章, 智慧起步呼叫, 聪明起步发声, 她站在高处的顶上, 在十字路口旁边站立, 在城门旁, 在城门口, 在城门洞, 大声说, 众人啊, 我呼叫你们, 我向世人发声, 说, 于蒙人啊, 你们要懂得智慧, 于媚人啊, 你们当心里明白, 你们当听, 因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张嘴要论正确的事,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 我的嘴憎恶邪恶,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 并无邪皮乖妙, 有聪明的, 以为明显, 得知识的, 以为正确,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 不受白银, 宁得知识, 胜过黄金, 因为智慧比红宝石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 我智慧以灵明位居所, 又寻得知识和谋略, 敬畏, 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 那骄傲, 狂妄, 病恶道, 以及乖妙的口, 都为我所恨恶, 我有谋略和真智慧, 我乃聪慧, 我有能力, 帝王及我做国位, 君王及我定公平, 王子和首领, 世上一切的审判官, 都是及我掌权, 爱我的, 我也爱他, 早早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丰富尊荣在我, 恒久的财病公义也在我, 我的果实胜过黄金, 过于津津, 我的出产超乎高引,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是爱我的, 承受货彩, 我又要充满他们的福库, 在耶和华道路的起头, 他在太初行坐之先就得了我, 从横谷, 从太初, 未有世界以前, 我已贝利, 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的泉源, 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 小山未有之先, 我已生出,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 并世上的土质, 我已生出, 他预备诸天, 我在那里, 他在渊面的周围, 画出圆圈, 上始云彩立定, 下始云园稳固, 为沧海定出界线, 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 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 我在他那里, 他养育我, 日日为他所喜爱, 常常在他面前欢喜, 欢喜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 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所以众子啊, 现在你们要听从我, 因为谨守我道的, 便未有福, 要听教训就得智慧, 不可不从, 听从我, 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 那人便未有福, 因为寻得我的, 就寻得生命, 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得罪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恶我的, 都喜爱死亡, 真言, 第九章, 智慧建造房屋, 凿成七根柱子, 他宰了牲畜, 调好纸酒, 又摆了颜席, 他打发使女出去, 自己在城中置高处呼叫, 说谁是渔蒙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你们来, 吃我的饼, 喝我调和的酒, 要舍弃渔蒙, 就得存活, 并要走聪明的道, 只吃谢曼人的, 必受辱骂, 责备恶人的, 必被玷污, 不要责备谢曼人, 恐怕他恨你, 要责备智慧人, 他必爱你, 只是智慧人, 他就越发有智慧, 教导义人, 他就增长学问, 敬畏, 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你借着我, 日子必增多, 年岁也必加添, 你若有智慧, 是与自己有益, 你若谢曼, 却比独自担当, 愚昧的妇人喧嚷, 她是愚蒙, 一无所知,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 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呼叫过路的, 就是执行其道的人, 说, 谁是愚蒙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 按吃的饼是好的, 人却不知, 有死人在他那里, 他的刻在地狱的深处, 真言, 第十章, 所罗门的真言, 智慧之子, 使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 却叫母亲担忧, 罪恶之才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 恶人的货财, 他却推开, 手懒的, 要受贫穷, 手勤的, 却要富足, 夏天收据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沉睡的, 却是宜休之子, 福祉临到义人的头, 违将报蒙蔽恶人的口, 义人的纪念被称颂, 恶人的名字却必朽烂, 心中智慧的, 必受命令, 口里愚望的, 却必倾倒, 行政直路的, 步步安稳, 走弯渠道的, 却必败路, 一眼传神的, 使人忧患, 口里愚望的, 却必倾倒, 依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围墙报蒙蔽恶人的口, 恨能挑起争端, 爱却遮掩一切罪过,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 唯吾之人, 悲伤受行账, 智慧人积存之时, 欲望人的口, 却临近败坏,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诚,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依人的勤劳之声, 恶人的果子至罪, 谨守训惠的, 乃在生命的道上, 不受责备的, 却走岔了, 隐藏怨恨的, 有说谎的嘴, 口出毁谤的, 是愚望的人,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却有智慧, 依人的舌乃似高吟, 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依人的嘴教养多人, 愚昧人却因无知死亡, 耶和华所赐的俯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欲望人以行恶为戏耍, 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恶人所怕的, 必临到他, 为义人所愿的, 必蒙应允, 旋风一过, 恶人归于无有, 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 懒惰人较差他的人, 如醋倒崖, 如烟熏木, 敬畏, 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 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依人的盼望必得喜乐, 但恶人的指望必致灭媚, 耶和华的道士正值人的力量, 为作孽人必遭遇败坏, 依人永不挪移, 恶人却不得住在地上, 依人的口滋生智慧, 但乖谬的蛇臂被割断, 依人的嘴知道何谓可喜悦的, 恶人的口却说乖谬的话, 真言第十一章, 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 公平的法马却为他所喜悦, 骄傲来, 羞耻也来, 谦逊人却有智慧, 正值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 违犯法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 发怒的日子自才无益, 唯有公益能救人脱离死亡, 完全人的异弊指引他的路, 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 正值人的异弊拯救自己, 违犯法的避陷在自己的罪孽中, 恶人一死, 他的指望必灭绝, 不义的人的盼望也必灭媚, 义人的脱离患难, 有恶人来代替他, 伪善的人用口败坏邻居, 义人却因之时得救, 义人享福, 合成喜乐, 恶人灭亡, 人都欢呼, 成因正值人祝福便高举, 却因邪恶人的口就轻浮, 毫无智慧的藐视邻居, 明哲人却竟莫不言, 搬弄是非的, 泄露密室, 邻里忠诚的, 却遮隐事情, 无智谋民就败落, 但谋事多人便安居, 为外人作宝的, 必受亏损, 恨恶击掌的, 却得安稳, 恩德的妇女得尊荣, 强壮的男子得姿才, 仁慈的人善待自己, 唯有残忍的人扰害极深, 恶人经营, 对虚福的成果, 唯有洒意中的, 必得实在的果效, 恒心为义的, 必得生命, 追求邪恶的, 必以致死亡, 心中乖僻的, 为耶和华所增悟, 行事正直的, 却为他所喜悦, 恶人虽然联手, 必不免受罚, 为义人的后裔, 必得拯救, 妇女美貌而无见识, 如同金器戴在猪鼻上, 义人的心愿谨是善的, 恶人的指望却是愤怒, 有失散的, 却更增添, 有吝惜过度的反制穷乏, 好施舍的, 必得风欲, 滋润人的, 必得滋润, 屯骨不脉的, 民必咒诅他, 情愿出卖的, 人道必为他祝福, 恳切求善的, 就求得恩惠, 唯独求恶的, 恶必领导他身, 倚仗自己财物的, 必跌倒, 但一人必发望如枝子, 饶害几家的, 必承受清风, 愚昧人必做会心人的仆人, 一人所结的果子, 就是生命术, 赢的人的是有智慧, 看啊, 一人在世上且受报, 恶人和罪人就更受报了, 真言第十二章, 喜爱训会的, 就是喜爱之事, 恨恶责备的, 却是处类, 善人必猛, 耶和华的恩惠, 为赦恶计的, 他必定他的罪, 人靠恶行必不能监力, 唯义人的根必不动摇, 财德的妇人, 是丈夫的冠冕, 宜修的妇人, 却如朽烂在他丈夫的谷中, 义人的思念尽是公义, 恶人的计谋却是诡诈, 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 为正职人的口必拯救人, 恶人轻浮, 贵于无有, 但义人的家必站得住, 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 唯有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 被人轻贱, 却有仆人, 胜过自尊, 缺少食物, 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 恶人的怜悯却是残忍, 耕种自己地的必得宝石, 追随虚伏人的却是无知, 恶人想的坏人的网罗, 义人的根确的结果, 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 但义人必脱离患难, 人因口所接的果子, 必饱的美服, 人手所做的, 必为自己的回报, 愚望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看位正确, 唯肯听人劝叫的是有智慧, 愚望人的恼怒当下显露, 唯通达人能忍辱藏修, 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 作假见证的, 却显出诡诈, 有说话如刀刺人的, 智慧人的舌头却未依人的良药, 嘴吐真言, 永远坚立舌说谎话, 却只存骗识, 图谋恶事的, 心存诡诈, 劝人和睦的, 却得喜乐, 依人不遭灾害, 为恶人满受祸患,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 行事诚实的, 却为他所喜悦, 通达人隐藏知识, 唯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 殷勤人的手必掌权, 但懒惰的人必服苦, 人心忧虑, 趋而不深, 一句良言, 却使心欢乐, 一人比他的邻居美好, 恶人的道却诱惑他们, 懒惰人不靠他打猎所得的, 殷勤人的财物却甚宝贵, 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 七路之中并无死亡, 真言第十三章, 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 但谢漫人不听责备,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 必吃美物, 违犯法的必吃强暴, 紧手口的得饱生命, 大张嘴的却必败亡, 懒惰人怯慕, 而无所得, 殷勤人却必得风欲, 一人恨恶谎言, 为恶人有臭名, 且之惭愧, 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 犯罪的却被邪恶轻负, 优使自己富足的却一无所有, 优使自己穷乏的却广有财物, 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 穷乏人却不听责备, 义人的光欢喜, 但恶人的灯必熄灭, 只因骄傲便起征静, 听劝言的却有智慧, 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 为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 所盼望的持言未得令人心忧, 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术, 藐视讯言的必至灭亡, 为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 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 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 犯法之人的道路却是难行, 凡通达人都平知实处是, 但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 奸恶的使者必遭害, 忠信的使臣乃依人的良药, 不受训惠的必至贫受辱, 并受责备的却必得尊荣, 所愿的成就心觉甘甜, 但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 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 却必灭亡, 祸患追赶罪人, 为义人必得善报, 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 罪人为义人积存资产, 穷人耕种多的粮食, 但因无公义有消灭的, 不忍用仗打儿子的是恨恶他, 为疼爱儿子的趁早管教, 义人吃的饱足, 为恶人肚腹缺粮, 真言第十四章, 智慧妇人建立家世, 愚望妇人却亲手拆毁, 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 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 愚望人口中乃骄傲的账, 为智慧人的嘴壁保守自己, 家里乌牛, 槽头干净, 土产家多乃瓶牛力, 忠心的见证人不说谎话, 假见证人却吐出谎言, 谢曼人寻智慧却寻不住, 但聪明人亦得知识, 你既不见愚昧人嘴中有知识, 就当从他面前远离, 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几道, 愚昧人的愚望乃是自欺, 愚望人犯罪, 以为戏耍, 一人却互相喜悦, 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 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 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 但正值人的帐篷必兴上, 有一条路, 人以为政, 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 人在喜笑中, 心也忧愁, 快乐至极, 救生愁苦, 心中背道的, 必满有自己的道路, 善人必从自己得以知足, 愚蒙人事话都信, 围通达人步步谨慎, 智慧人惧怕, 就远离恶事, 愚望人却狂傲自恃, 轻易发怒的, 行事愚望, 设立恶技的, 被人恨恶, 愚蒙人的愚昧未产业, 但通达人得知十位冠冕, 坏人屈身在善人面前, 恶人俯伏在一人门口, 贫穷人连邻居也恨他, 富族人朋友确为罪多, 藐视邻居的, 这人有罪, 为怜悯贫穷的, 这人有福, 谋恶的, 岂非走入迷途吗, 唯有谋善的, 必得慈爱和诚实, 诸般勤劳都有益处, 嘴上多言, 却图治穷乏, 智慧人的才为自己的冠冕, 愚望人的愚昧乃是愚昧, 做真见证的, 救人性命, 做诡诈见证的, 却图谎言, 敬畏, 耶和华的, 大有倚靠,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敬畏, 耶和华就是生命的全员,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 帝王荣耀在乎民多, 君王衰败, 却在民少, 不轻易发怒的, 大有聪明, 灵性暴躁的, 繁显欲望, 心中灵明是肉体的生命, 极度却是谷中的朽烂, 欺压贫寒的, 是辱墨他的, 造无主, 尊敬他的, 却怜敏穷乏人, 恶人在所行的恶上, 必被逐去, 一人临死却有盼望, 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 愚昧人心里所存的, 却显而易现, 公义是邦国高举, 罪恶却是人民的羞辱, 智慧的臣子蒙蒙恩惠, 为宜休的仆人遭其震怒, 真言第十五章, 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 雀出动怒气, 智慧人的蛇善用之时, 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 恶人善人, 他都见差, 温良的蛇是生命术, 但乖谬的嘴是灵理的破口, 愚望人藐视父亲的训惠, 领受责备的却有见识, 依人家中多有财宝, 恶人得利反受扰害, 智慧人的嘴波扬知识, 愚昧人的心却非如此,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增悟, 正值人祈祷却为他所喜悦, 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增悟, 追求公义的却为他所喜爱, 舍弃正路的必受言行, 恨恶责备的必以致死亡, 地狱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 何况是人的心呢, 谢曼人不爱责备他的, 他也不就近智慧人, 心中喜乐, 面带笑容, 心里忧愁, 灵确损伤, 聪明人心求知识, 愚昧人口, 确斥愚昧, 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 心中欢畅的, 却常想封眼, 少有财宝, 敬畏, 耶和华, 胜过多有财宝, 烦乱不安, 吃素菜, 彼此相爱, 胜过吃肥牛, 彼此相恨, 暴怒的人挑起争端, 忍怒的人却只惜纷争, 懒惰人的道向荆棘的篱笆, 但一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 智慧子使父亲喜乐, 愚昧人却藐视母亲, 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 为聪明人按正直而行, 不先商议, 所谋无效, 谋事众多, 所谋乃成, 口善应对, 自觉喜乐, 化合其时, 何等美好, 生命的道在智慧人上头, 使他远离在下的地狱, 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 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 恶人的思念为, 耶和华所憎恶, 纯洁人的言语乃为良言, 贪恋财力的, 饶害几家, 恨恶贿赂的, 却必存活, 依人的心, 思量如何回答, 恶人的口却吐出恶言, 耶和华远离恶人, 却听一人的祷告, 言有光, 使心喜乐, 好信息, 十股滋润, 听从生命责备的, 必常在智慧人中, 不受训惠的, 轻看自己的生命, 听从责备的, 却的智慧, 敬畏, 耶和华是智慧的训惠, 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真言第十六章, 心中的谋算在人里头, 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人一切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唯有耶和华衡量心灵, 你所做的, 要交托, 耶和华, 你所谋的, 就必成立, 耶和华所造的, 各位己用, 就是恶人也未祸患的日子所造, 烦心里骄傲的, 为耶和华所憎恶, 虽然联手, 他必不免受罚, 因怜悯诚实, 罪孽的赎, 敬畏, 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人所行的, 若蒙, 耶和华喜悦, 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少有财力, 行事公义, 胜过多有财力, 行事不正,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王的嘴中有神语, 审判之时, 他的口不知差错, 公道的天平和乘都属, 耶和华, 带中一切法码都为他锁定, 作恶, 为王所憎恶, 因国魏是靠公义监力, 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 说正确话的, 为王所喜爱, 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 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 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 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 得智慧胜过的金子, 选聪明胜于选银子, 正直人的道士远离恶事, 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 骄傲在败坏一先, 狂傲的心灵在跌倒之前, 灵里千碑与低微人来往, 胜过江鲁物与骄傲人同分, 办事精明的必得好处, 依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 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 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 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 愚昧人的训惠却是愚昧, 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 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 良言如同风房, 使心觉甘甜, 食骨的医治, 有一条路, 人以胃正, 至终却为死亡之路, 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 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 不敬钱的人图谋奸恶, 嘴上旁腹有烧焦的火, 乖僻人拨散纷争, 窃窃私语的离间密咬, 强暴人诱惑邻居, 令他走不善之道, 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 一动嘴唇的成就邪恶, 白发式荣耀的冠冕, 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住, 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制服己灵的胜于取成, 千放在怀里, 但定是皆由耶和华, 真言第十七章, 一点钱柄, 大家相安, 胜过寄生满屋, 彼此相争, 智慧的仆人, 闭管侠, 遗修之子, 又在众弟兄中同分产业, 顶位炼银, 炉位炼金, 唯有耶和华式炼人心, 行恶的, 留心听虚假之唇, 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舍, 细笑穷人的是辱莫他的造物主, 幸灾乐祸的, 必不免受罚, 子孙为老人的冠冕,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于丸人本不说美言, 何况君王说谎话呢, 礼物在愧送的人眼中, 看位宝玉, 随处转让都得顺利, 遮掩人过的, 寻求仁爱, 屡次挑错的, 却离间密友, 一句责备话, 深入智慧人的心, 胜过责打愚昧人一百下, 恶人只寻背叛, 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 凤刹攻击他, 宁可遇见丢幼熊的母熊, 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以恶报善的, 祸患必不离他的家, 纷争的起头如人将水放开, 所以, 在争闹之先, 必荡止息争静, 定恶人为义的, 定义人为恶的, 这都为耶和华所增悟, 愚昧人既无心向求, 为何手拿嫁银, 要得智慧呢? 朋友乃时常亲爱, 兄弟为患难而生, 在朋友面前机场作宝, 乃是无知的人, 喜爱争闹的, 是喜爱过犯, 高丽家门的, 乃自取败坏, 心存邪辟的, 寻不着好处, 舌弄是非的, 陷在祸患中, 生于妹子的, 婢子愁苦, 于丸人的父毫无喜乐, 喜乐的心力如良药, 忧伤的灵, 却是骨枯浅, 恶人将贿赂从怀中取出, 为要颠倒判断, 明哲人面前有智慧, 但愚昧人眼望得及, 愚昧自使父亲愁烦, 使生他的忧苦, 刑罚义人为不善, 则打王子为不正, 有知识的, 寡少言语, 有聪明的, 灵性温良, 于妹人若静默不言, 也可算为智慧, 人闭嘴不说, 也可算为聪明, 真言第十八章, 与众寡合的, 独自寻求心愿, 并以一切智慧寻找和干预事, 于妹人不喜爱明哲, 只喜爱显露心意, 恶人来, 藐视随来, 羞耻道, 辱骂同道, 人口中的言语, 如同深水, 智慧的泉源, 好像涌流的河水, 瞻讯恶人的情面, 颠倒一人的案件, 都为不善, 于妹人张嘴起争端, 开口招鞭打, 于妹人的口子取败坏, 他的嘴是他性命的网络, 搬弄是非的, 他的言语如同损伤, 深入人的心腹, 做工懈怠的, 与浪费人为兄弟,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一人奔入变得安稳, 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奸诚, 在他心想犹如高墙,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为心灵受伤, 谁能承当呢? 聪明人的心得知识, 智慧人的耳求知识, 人的礼物为他开路, 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先肃情游的似乎有礼, 但邻居来到, 就查出实情, 至千能止息征镜, 也能解散强盛的人, 兄弟结怨, 劝他和好, 比取兼顾城还难, 这样的征镜如同兼债的门栓, 人口中所接的果子, 必充满肚腹, 他嘴所出的, 必使他饱足,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接的果子, 得住贤妻的, 是得住好处, 也是蒙了, 耶和华的恩惠, 贫穷人说哀求的话, 富族人却用威吓的话回答, 人有朋友, 必须显畏友善, 但有一朋友, 比兄弟更亲密, 真言第十九章,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 胜过嘴里乖谬的愚望人, 心无知识的, 乃为不善, 脚步极快的, 难免犯罪, 人的愚昧, 轻败他的道, 他的心也抱怨, 耶和华, 财务是朋友增多, 但穷人邻居远利, 作家见证的, 必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 终不能逃脱, 做君王的, 有多人求他的恩情, 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 贫穷人, 弟兄都恨他, 何况他的朋友, 岂不更远离他, 他用言语追随, 还是缺欠他们, 得住智慧的, 爱惜生命, 保守聪明的, 必得好处, 作家见证的, 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 也必灭亡, 愚昧人, 艳乐度日是不合宜的, 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 人有见识, 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 便是自己的荣耀, 王的愤怒, 好像狮子吼叫, 他的恩典, 却如草上的甘露, 愚昧的儿子, 是父亲的祸患, 妻子的争吵, 如雨连连滴漏, 房屋钱财, 是祖宗所遗留的, 唯有贤惠的妻事, 是耶和华所赐的, 懒惰使人沉睡, 懈怠的人必受饥饿, 谨守借命的, 保全生命, 轻乎己路的, 却必死亡, 怜悯贫穷的, 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耶和华必偿还, 趁有盼望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不可因他哭喊就宽容, 暴怒的人必受刑罚, 你若救他, 必须再救, 你要听劝教, 受训会使你终究有智慧,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施行仁慈的, 令人爱慕, 穷人胜过说谎言的, 敬畏耶和华的, 得住生命, 他必恒久之族, 不遭祸患, 懒惰人将手藏在怀里, 就是巷口撤回, 他也不肯, 鞭打谢慢人, 于蒙人必受警戒, 责备明哲人, 他就明白知识, 虐待父亲, 赶出母亲的, 是宜休置辱之子, 我儿, 那使人偏离知识言语的教训, 你不可听从, 不敬钱的人坐见正系孝公平, 恶人的口吞下罪孽, 刑罚是卫险慢人预备的, 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被预备的, 真言第二十章, 酒能使人击翘, 浓酒使人喧嚷, 凡被酒迷惑的, 酒无智慧, 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 惹动他怒的, 是自害己命, 远离纷争, 是人的尊荣, 但愚望人都爱争闹, 懒惰人因东寒不肯耕中, 所以, 到收割的时候, 他必乞讨而无所得, 人心怀藏谋略, 好像身水为明哲人, 才能挤引出来, 人多数说自己的良善, 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 行为纯正的一人, 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王坐在审判的位上, 以眼目驱散诸恶, 谁能说, 我洁净了我的心, 我脱净了我的罪, 两样的砝码, 两样的声斗, 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孩童的动作是纯洁不适, 是正确不适, 都显明他的本性, 能听的耳, 能看的眼, 都是耶和华所造的, 不要贪睡, 免治贫穷, 眼要睁开, 你就吃饱, 买物的说, 不好, 不好, 但极致买去, 他便自夸, 有金子和许多红宝石, 唯有知识的嘴乃味贵重的珍宝, 谁为生人做宝, 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女做宝, 谁就要承担, 以诡诈而得的食物, 人觉甘甜, 但后来, 他的口臂充满沉沙, 各样的计谋, 都凭筹算立定, 打仗要凭智谋, 往来搬弄是非的, 泄露密室, 所以张嘴奉承的, 不可与他结交, 咒骂父母的, 他的灯毙灭, 变为漆黑的黑暗, 其出速得的产业, 终究却不畏服, 你不要说, 我要以恶报恶, 只要等候, 耶和华, 他必拯救你, 两样的法马为, 耶和华所憎恶, 鬼诈的天平也为不善, 人的脚部位, 耶和华所定,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人貌似吞下圣物, 许愿之后才查问, 就是自现网罗, 智慧的王伯散恶人, 用轮子斩扎他们, 人的灵士, 耶和华的竹, 见察人的心腹, 王因人词合成时, 得以保全他的国位, 也因人此利吻, 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 白发为老年人的荣美, 边伤除敬人的罪恶, 则打能入人的心腹, 真言, 第21章,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流水的河道随意流转, 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都看伪正,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行人义公平, 比献祭更蒙, 耶和华越纳, 眼高心傲, 并恶人耕地, 皆为罪恶, 殷勤筹化的, 足智风欲, 行事急躁的, 却都缺乏, 以说谎之舌求财, 乃取死之人反复的妄行, 恶人所抢夺的, 必将自己扫除, 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 人的道路乖僻怪异, 至于纯洁的人, 他所做的乃是正确,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恶人的心乐人受祸, 他眼并不喜悦邻居, 泄漫的人受刑罚, 渔蒙的人就得智慧, 智慧人受训惠, 贬得之时, 依人凭智慧思想恶人的家, 神却因恶人的恶倾倒恶人, 塞尔不听穷人呼求的, 他将来也必呼求, 却不蒙听远, 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 怀中揣得馈赠, 止息暴怒, 秉公行义士义人喜乐, 为败坏必临到作孽之人, 偏离通达道路的, 必住在死人的会中, 爱艳乐的, 必至穷乏, 好酒, 爱告犹的, 必不富足, 恶人必坐义人的赎假, 犯法的人代替正之人, 宁可住在旷野, 不予争吵使气的, 富人同住, 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告犹, 愚昧人随的来雀随花境, 追求公义仁慈的, 就寻的生命, 公义和尊荣, 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 倾覆他所倚靠的奸累, 谨守口与舌的, 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 都是行事傲怒, 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 因为他手不肯做工, 有终日贪得无厌的, 义人却施舍, 并不吝惜, 恶人的祭物是可增的, 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 作家见证的毕灭亡, 唯有细听而言的, 其言长存, 恶人映着脸面, 至于正直人, 他却指引他的道, 没有智慧, 聪明, 谋略, 能以抵挡, 耶和华,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安文乃在乎, 耶和华, 真言第22章, 美名胜过大财, 奔宠过于金银, 富户穷人在世相遇, 都为耶和华所造, 同达人见祸藏夺, 唯于盟人前往受害, 敬畏, 耶和华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 尊荣, 生命未赏赐, 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 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道老他也不偏离, 富户管辖穷人, 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 撒罪孽的必收虚空, 他惩怒的账也必废掉, 眼目慈善的, 就必蒙福, 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 敢出现慢人, 争端就消除, 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 喜爱心中纯净的人, 因他嘴上的恩言, 亡必与他未有, 耶和华的眼目, 眷顾聪明人, 却清败犯法的人的言语, 蓝多人说, 外头有狮子, 我在街上就必被杀, 外女的口味深坑, 耶和华所憎恶的, 必现在其中, 虞蒙迷住孩童的心, 但用管教的账, 可以远远赶出, 欺压贫穷未要利己的, 并送礼与附户的, 都必缺乏, 你须色听受智慧人的言语, 留心领会我的知识, 你若心中存迹, 嘴上咬定, 这便未美, 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 为要使你依靠, 耶和华, 谋略和知识的美事, 我岂没有写给你, 要使你知道真言的实力, 你好将真言回复, 那打发你来的人吗, 贫穷人, 你不可因他贫穷, 就抢夺他的物, 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 因耶和华必为他变区, 抢夺他的, 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 好生气的人, 不可与他结交, 暴怒的人, 你不可与他来往, 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 自己就陷在网罗里, 不要与人击掌, 不要为欠债的作保, 你若没有甚魔偿还, 何必使人夺取你睡卧的床呢, 你先祖所立的地界, 你不可挪移, 你看见半是殷勤的人吗,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真言, 第二十三章, 你若与官长作喜, 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肾魔, 你若是贪食的, 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 不可贪恋他的美食, 因为是哄人的食物, 不要劳碌求父, 修掌自己的聪明, 你岂要定精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因钱财必长翅膀, 如鹰向天飞去, 不要吃饿掩人的饼, 也不要贪他的美食,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他虽对你说, 请吃, 请喝, 他的心却与你相悖, 你所吃的那点食物, 必吐出来, 你所说的甘美言语, 也必落空, 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 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 不可挪以古时的地界, 也不可侵入无腹之人的田地, 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 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 你要留心领受训惠, 侧耳听从之时的言语, 不可不管交孩童, 你用杖打他, 他必不至于死, 你要用杖打他, 就可以救他的原魂, 缅下地狱, 我耳, 你心若存智慧, 我的心也甚欢喜, 你的嘴若说正确话, 我的肺腑也必快乐,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 也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 我耳, 你当听, 当存智慧, 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好饮酒的, 好吃肉的, 不要与他们来往, 因为好酒贪食的, 必至贫穷, 好睡觉的, 必穿破烂衣服,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你当买真理, 就是智慧, 训惠和聪明, 也都不可卖, 依人的父亲, 必大的快乐, 人生智慧的孩子, 必因他欢喜,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你的快乐, 我耳, 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 也要谨守我的道路, 淫妇是深井, 外女是窄坑, 他又埋伏, 好像要得略物, 他是人中加增犯罪的, 谁有祸患, 谁有忧潮, 谁有争斗, 谁胡言乱语, 谁无故受伤, 谁眼目红赤, 就是那榴莲饮酒, 常去寻找掉喝酒的人, 酒发红, 在杯中闪烁, 你不可观看, 虽然下咽舒畅, 终究是咬你如蛇, 刺你如魁蛇, 你眼必看现外女, 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 你必像躺在海中, 或像卧在围杆上, 你必说, 人打我, 我却未受伤, 人边打我, 我竟不觉得, 我既是清醒, 我仍去寻酒, 真言, 第二十四章, 你不要嫉妒恶人, 也不要起义与他们相处, 因为他们的心图谋毁灭, 他们的嘴谈论奸恶, 房屋因智慧建造, 又因聪明力稳, 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 智慧人大有能力, 有知识的人立上加力, 你去打仗, 要凭治谋, 谋事众多, 便得稳妥, 智慧极高, 非愚昧人所能及, 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 设计作恶的, 必称为奸人, 愚望人的思念乃是罪恶, 谢慢者为人所憎恶,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人被拉到死地, 你要解救, 人将被杀, 你虚拦阻, 你若说, 看啊, 这是我们未曾知道, 那衡量人心的, 岂不明白吗? 保守你命的, 岂不知道吗? 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赏罚个人吗? 我儿, 你要吃蜜, 因为是好的, 吃风房下滴的蜜, 便觉甘甜, 你心得了智慧, 也必觉得如此, 你若找着, 智中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致断绝, 你这恶人啊, 不要埋伏攻击一人的家, 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 因为, 一人虽七次跌倒, 仍必兴起, 恶人却被祸患倾倒, 你仇敌跌倒, 你不要欢喜, 他倾倒, 你心不要快乐, 恐怕, 耶和华看线就不喜悦, 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嫉妒恶人, 因为, 恶人中不得善报, 恶人的主也必熄灭, 我儿, 你要敬畏, 耶和华与君王, 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 因为他们的灾难, 必忽然而起, 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 谁能知道呢? 以下也是出于智慧人的真言, 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 这人百姓必咒诅, 列邦必曾恶, 但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 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 应对正确的, 人必与他亲嘴, 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 在田间办理整齐, 然后建造房屋, 不可无故做见证, 陷害邻居, 也不可用嘴迷惑人, 不可说, 人怎样待我, 我也怎样待他, 我必照他所行地报复他,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看啊, 荆棘场满了地皮, 刺草遮盖了田面, 石墙也塌下了,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了训会,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窝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客履素来, 你的缺乏, 彭腐拿兵器的人来到, 真言, 第二十五章, 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真言, 是由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腾露的, 将是隐秘乃, 神的荣耀, 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 天之高, 地之厚, 君王之心也测不透, 除去银子的渣子, 就有银子出来, 银将能以作器皿, 除去王面前的恶人, 国卫就靠公义监力, 不要在王面前望子尊大, 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 宁可有人说, 请你上来, 胜过在你眼见的王子面前, 叫你退下, 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敬, 免得至终被邻居羞辱, 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 你与邻居争颂, 要与他一人辩论, 不可泄露人的密室, 恐怕听见的人骂你, 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 一句话说的合宜, 就如金苹果在银画纸里, 智慧人的劝戒, 在顺从的人耳中, 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 忠心的使者, 较叉他的人心里舒畅, 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 空夸赠送礼物的, 好像无语的风云, 恒长忍耐可以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你得了密吗? 只可吃够而已, 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 你的脚要少进邻居的家, 恐怕他厌烦你, 恨恶你, 作假见证, 陷害邻居的就是大锤, 使刀,使利剑, 换难时, 依靠不忠诚的人, 好像破坏的牙, 脱节的脚, 对伤心的人唱歌, 就如冷天脱衣服, 又如销上倒醋, 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饼吃, 若渴了, 就给他水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耶和华也闭上刺你, 北风区域, 怒容也去背后中伤人的舌头, 明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有好消息从远方来, 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 依人在恶人面前俯伏, 好像躺魂之拳, 弄灼之警, 痴密过多是不好的, 考究自己的荣耀也不荣耀, 人不制服自己心灵, 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缘, 真言第二十六章, 夏天落雪, 收割时下雨, 都不相依, 愚昧人的尊荣也是如此, 麻雀往来, 燕子翻飞, 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 鞭子是为打马, 配头是为乐驴, 行仗是为打愚昧人的呗,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即愚昧人手记信的, 是砍断自己的脚, 自何损害, 瘸子的腿空存无用, 比喻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 江尊荣给愚昧人的, 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弦里, 比喻在愚昧人的口中, 好像荆棘刺入罪汉的手, 那至大造作一切的, 神报应愚昧人, 也报应犯法的人, 愚昧人行于忘事, 行了又行, 就如狗转过来吃驼锁吐的, 你见字以为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盼望, 懒惰人说, 道上有猛狮, 街上有壮狮, 门在枢纽转动, 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懒惰人放手在怀里, 就是巷口撤回, 也以为牢法, 懒惰人看自己, 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过路被视激动, 管理不干己的争闹, 好向人揪住狗耳, 疯狂的人怎样抛制火把, 利剑, 与死亡, 人欺凌邻居, 却说, 我岂不是戏耍吗? 的, 也是怎样, 火缺了柴就必熄灭, 无人搬弄是非, 争闹便止息, 好争敬的人山火争端, 就如雨火加炭, 火上加柴一样, 搬弄是非的, 他的言语如同损伤, 深入人的心腹, 火热的嘴, 奸恶的心, 好像银渣包的瓦器, 怨恨人的, 用嘴粉饰, 心里并藏着鬼诈, 他用甜言蜜语, 你不可信他, 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 这等人用鬼诈遮掩怨恨, 他的邪恶必在权汇前显露, 挖陷坑的, 自己必掉在其中, 滚石头的, 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虚晃的蛇恨他所压伤的人, 奉承的口拜坏人的是, 真言第二十七章,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要别人夸奖你, 不可用口自夸, 等外人称赞你, 不可用嘴自称, 石头重, 沙土尘, 欲望人的恼怒倒比这两样更重, 愤怒为残忍, 怒气为狂澜, 围在极度面前, 谁能站得住呢, 当面的责备, 胜过暗地的爱情, 朋友家的伤痕处于忠诚, 仇敌连连亲嘴, 却是诡诈, 人吃饱了, 厌恶风房的蜜, 人饥饿了, 一切苦务倒绝甘甜, 人离本处漂流, 好像雀鸟离窝游飞, 告有与香料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地劝叫也是如此甘美, 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遭难的日子, 不要上兄弟的家去, 相近的邻居胜过远方的兄弟, 我儿, 你要做智慧人, 好叫我的心欢喜, 使我可以回答那击窍我的人, 通达人见祸藏夺, 唯于盟人前往受害, 谁为生人做宝, 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女做宝, 谁就承当, 清晨起来, 大声给朋友祝福的, 就算是咒诅他, 大雨之日连连低漏, 和争吵的妇人一样, 想躲避他的便是躲避风, 也是右手抓游, 他必显露自己, 铁墨铁磨出刃来, 朋友磨朋友的脸也是如此, 看守无花果树的, 必吃树上的果子, 敬奉主人的, 必得尊荣, 水中照脸, 彼此相符, 人与人心也相对, 地狱和灭亡永不满足, 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顶位炼银, 如位炼金, 人的称赞也是连人, 你自用楚江渔望人 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旧中, 他的渔望还是离不了他,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因为资材不能拥有, 冠冕岂能存到所有的世代, 甘草显出, 嫩草显现, 山上的菜书也被收敛, 绵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 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 你就必有母山羊奶够你吃, 也够你的家眷吃, 且够养你的婢女, 箴言第二十八章, 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 一人却胆壮像狮子, 邦国因有罪过, 君王就多更换, 唯因有聪明知识的人, 国比长存, 穷人欺压贫民, 好像暴雨冲没粮食, 围棄律法的, 夸奖恶人, 遵守律法的, 却与恶人相争, 坏人不明白公义, 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明白一切, 行为正直的穷乏人, 胜过行事乖僻的富族人, 谨守律法的, 是智慧之子, 与放纵之人作伴的, 却羞辱其父, 人以放债与不义之财, 加增财物, 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 转而不听律法的, 他的祈祷也未可憎, 诱惑一人行恶道的, 避掉在自己的坑里, 为正直人, 必得美物为业, 富族人自以为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穷人, 能将他查透, 依人欢喜, 有大荣耀, 恶人兴起, 人却躲藏,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连续, 长存敬畏的, 便未有福, 违心存刚硬的, 必陷在祸患里, 恶人掌权, 挟制贫民, 好像吼叫的狮子, 觅食的凶, 无知的君多行暴虐, 以贪财为可恨的, 却必年长日久, 行强暴流人血之罪的, 必往坑里逃跑, 谁也不可拦阻他, 行动正直的, 必蒙拯救, 行事弯曲的, 却立誓跌倒, 耕种自己地的, 必得宝石, 追随虚服人的, 却足受穷罚, 忠信人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却不免受罚, 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 人因一块饼王法也为不好, 人有恶眼, 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穷罚必临到他身, 责备人的, 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奉承人的, 偷窃父母的, 说, 这不是罪, 此人就是与行毁坏的同类, 心中骄傲的, 挑起争端, 依靠耶和华的, 却必丰裕, 心中自视的, 便是愚昧人, 没有凭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 周济贫穷的, 不知缺乏, 扬味不见的, 却必多受咒诅,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但恶人败亡, 一人增多, 真言第29章, 人屡次受责备, 仍然硬着景象, 他必顷刻败坏, 无法可治, 一人掌权, 民就喜乐, 恶人作馆, 民却叹息, 爱慕智慧的, 使父亲喜乐, 与娼妓结交的, 却浪费钱财, 王极公平, 使国坚定, 受取贿赂的, 却使国轻败, 奉承他邻居的, 就是涉网罗扮他的脚, 有网罗在恶人所犯的罪中, 唯独一人歌唱喜乐, 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 然而恶人不愿理会, 就不得而知, 谢曼人使诚陷入网罗, 为智慧人转消愤怒, 智慧人若与妄人相争, 或怒或笑, 总不能使他止息, 好留人写的, 恨恶政职人, 一人却寻他的性命, 于妄人心意全土, 智慧人却存藏, 直到以后, 首领若听谎言, 他一切仆人都是奸恶, 贫穷人, 行鬼诈的人在世相遇, 他们的眼目都蒙, 耶和华光照, 君王平信时判断穷人, 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 仗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 放纵的孩子却使母亲羞愧, 恶人加多, 过犯也加多, 唯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 管教你的儿子, 他就使你得安息, 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没有异想, 民就灭亡, 唯遵守律法的, 便未有福, 只用言语, 仆人不肯受管教, 他虽然明白, 也不回答, 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盼望, 人将仆人从小教养, 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 好气的人挑起争端, 暴怒的人多多犯罪, 人的高傲必使他悲下, 伶俐谦逊的, 尊荣却必扶持他, 人与盗贼分赃, 是恨恶自己的性命, 他听见咒骂的声音, 却不显露,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 唯有倚靠耶和华的, 必得安稳, 求王恩的人多, 定人是乃在耶和华, 为非作歹的, 被义人增贤, 行事正直的, 被恶人增悟, 真言第30章, 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 就是预言, 这人对仪铁和乌甲说, 我比众人更蠢笨, 也没有人的聪明, 我没有学好智慧, 也不认识至圣者, 谁升天或降下来, 谁飓风在掌握中, 谁包水在衣服里, 谁立定地的四季, 他名叫慎魔, 他儿子名叫慎魔, 你能到来吗? 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言语, 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畏说谎言的,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未死之先, 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 说, 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妄称我神的名, 你不要向主人控告仆人, 恐怕他咒诅你, 你便算为有罪, 有一代人, 咒诅父亲, 不给母亲祝福, 有一代人, 自看未纯洁, 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 有一代人, 眼目何其高傲啊, 眼皮也是高举, 有一代人, 牙如剑, 齿如刀, 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 和世间的穷乏人, 马皇有两个女儿, 常说, 给呀, 给呀, 有三样不知足的, 连不说够的, 共有四样, 就是坟墓和石胎, 进水不足的地, 并火, 嬉笑父亲, 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 他的眼睛, 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 为英雏所吃, 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 连我所不知道的, 共有四样, 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 舌在磐石上爬的道, 船在海中航的道, 男与女交合的道, 淫妇的道也是这样, 他吃了, 把嘴一擦就说, 我没有行恶,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 连地担不起的, 共有四样, 就是仆人做王, 与玩人吃饱, 丑恶的女子出嫁, 婢女皆续主母, 地上有四样小物, 却甚聪明, 蚂蚁是无力之类, 却在夏天预备粮食, 蹄兔是软弱之类, 却在磐石中造房, 蝗虫没有君王, 却分队而出, 蜘蛛用爪抓墙, 却住在王宫, 步行威武的有三样, 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 就是狮子乃野兽中最为猛烈, 无所躲避的, 猎狗, 公山羊, 和无人能敌的君王, 你若因自高自傲, 行了鱼丸, 或是怀了恶念, 就当用手掩口, 摇牛奶必成奶油, 扭鼻子必出血, 照样, 激动怒气, 必起争端, 真言, 第31章, 立母伊勒王的言语, 是他母亲教训他的预言, 我的额啊, 我父终生的额啊, 我许愿得的额啊, 我当怎样教训你呢, 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立母伊勒啊, 君王喝酒, 君王喝酒不相宜, 王子喝农酒也不相宜, 恐怕喝了就忘记律力, 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 可以把农酒给江王的人喝, 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 让他喝了, 就忘记他的贫穷, 不再纪念他的苦楚, 你当为亚巴开口, 为一切要被灭绝的深渊,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 为困苦和穷乏的变区, 才得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红宝石, 她丈夫心里依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她寻找羊毛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未到黎明她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做的公分派婢女, 她想的田地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 她以能力束腰, 使榜必有力, 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 她的竹中也不灭, 她手拿碾线杆, 手把仿线车, 她张手周济困苦人, 伸手帮补穷乏人, 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着珠红衣服, 她为自己制作绣花铺盖, 她的衣服是丝绸和紫色不做的, 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 她做戏麻布衣服出卖, 又将腰带卖于商家, 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她观察家务并不吃贤懒的饼, 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说,才德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越她们,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为敬畏, 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成果, 愿她自己所做的在城门口称赞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